听过这个魔都传说吗 来说的上海女人在外地人眼里是什么样的一种形象吗 系刚刚以来的那饼干舞 他们觉得我是那种个性不拘小节的 敢爱敢恨的 所以呢 当以来说的我嗓黑你那种光 以来就为了刚 你一点都不像上海人 而且你也不像上海女生 那么我肯定就问了 我说那上海女生应该是什么样的样子啊 那以来意思来讲呢 就是我没有上海女生那种娇气帮金 感觉呢上海小姑娘都是用 就是啥意思呢 就是以来过的上海小姑娘 只看上海男人 就是帮外国人的 刚睡了就是拜金开不起了 就刚阿拉动不动的 就像以来就是门以来欧里像家庭景框 自己啊无聊过上海女人 罗东宁对上海男人有着比较负面的看法 比如说 小嘎嘛吃啦 不老不啦 对吧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这一段 关于嗓黑女人的感觉 那么今次呢 我就来刚刚 阿拉嗓黑小姑娘 早些年有个刚来的上海同事啊 帮我讲说 他说他家里人和他说 就是来上海以后啊 他们说上海女人一见面就会打听你 家里有没有钱 就是问你家里是嘱撒嘱撒了 可是他说我啊 根本没有问过他这样的问题 大家聊天聊得也很开心的 后来呢 他在上海时间久了 也接触了一帮子嗓黑小姑娘 就发现啊 阿威的门感感很稳定 一过的就是嗓黑小姑娘来搞这些问题 有一种分寸感和情商进入感 啥意思呢 就用阿拉斯嘎来我来讲 就是 另一段情 当然了 肯定还有另外情小姑娘 那是吧 可是如果从比例上来讲的话 如果呢 阿拉斯嘎黑小姑娘 儿子比较拎得轻啊 我的大学室友啊 她在大学毕业之前啊 她根本就围着所围了 以来娘都围着娘一起做都给了 她自己还吐槽说 哎呀 我这辈子会不会都不会做饭了 诶 啥你晓得呢 毕业工作了两年 个围啊 租了把经历越来越好 而且还是马上累得了 其实啊 上海女性还是比较有主见的 遇到问题都会有自己 比较独立的思考方式 这源于环境和家庭的寻陶 上海女人处于更独立的地位 而且在家庭经济来源贡献中 也比较突出的 我的同学就是这样的呀 她不是真的不愿意做饭啊 只是女孩子啊 从小被家里人啊 保护得很好 所以在结婚之前 父母都是希望 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 但是呢 进入家庭这个角色以后啊 上海小姑娘呢 阿威的母 我让我偶尔超持家务 忙碌于家庭帮工作之间的 因为你也拿着你 我的刚刚啊 就刚刚有上海小姑娘 罗我的护照片啊 就是我刚刚弄行 了上海女帮一个 我当不护照片 你刚就为了 美容弄个鬼弹弄了 哎 这种怪思想 我劝你 不要赢了 上海女性啊 并不是物质智商的 相反 阿娜希望获得 更高的精神层面的追求 因为生活 我们相对富足 我们呢 更多的孩子独生子女 所以啊 我们不再满足于 比较基础的需求 我当回都有 罗的小姑娘刚哭 女帮又投票 罗度罗度了 其实啊 我觉得说 拜金主义 有点严重了 上海女人更多的 其实是一种 精致的密集主义 金钱 其实我们在上海 这个城市生活的 一样基础物件 但是金钱 不是我们生活 追求的终点 其实啊 招人喜欢 或者反感呢 从来都不是因为 你是哪里人 而是你是什么样的人 反正我在外地 表现出来的自己那种 上海女生的形象 和她们想象的 截然不同 这也是一种 文化差异里面的一种 交流的方式 我也希望让大家看到 更多上海女人 好的一面 不是让她们觉得 还误会我们 好像我们还是怎么样 怎么样的那种形象 就这种误解 我希望大家可以 渐渐的彼此消除 哦 刚刚最后 我有一个小点 要和大家解释一下 你们外地朋友啊 就是其实很喜欢 用一句话来赞叹我们 就是刚 你一点都不像上海人 其实我知道 你们真的非常非常的 想要表扬我们 赞美我们 但是啊 我们上海人 真的真的不喜欢 别人这么称赞我们的 因为你知道吧 你们这么说我们 等于变相在说我们 大部分上海人 是拥有你们那种不喜欢 看不惯那种毛病 其实啊 你们会变 我们也会变的 我没有恶意哦 大家互相交流 沟通 一下洞 然后 有